如果你是在晚上搭飞机 那么你也许会期待能看见美丽的星星 这是预定靠窗座位的原因对吧 但是当夜幕降临 你向窗位望去 却发现没有星星 它们应该人在那里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有几个原因也让我恍然大悟 1.机舱里的灯光 很显然的 机舱里黄白色的灯光 并非自然光 飞机从前到后 都有一排排这样的灯光 另外 其他乘客可能正在看机上电影 换句话说 飞机内比外头还要亮上许多 而不管在睡前 我们把灯光调至多暗 其产生的光便足以让人看清楚星星 请记住 星星离我们还有好几英里远呢 2.光害 同样的 当你处在纽约 伦敦或东京等大城市上空飞行时 星星还要与来自城市的人造光竞争 我们称这些为光害 仅凭这些自然光 便能遮蔽住数百万颗星星的光芒 因为天上的星星距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 3.霞光 大量的光害像是你在大城市上空飞行所遇到的那种 便会产生所谓的霞光 即使您不是直接飞过它 也仍然可以从飞机上看到左侧或右侧的大城市 当然 从飞机上看即便是一个大城市也会显得很小 而在城市周围和上空 来自城市的无数光照 累积在高空中 形成一片发光的圆顶 那就是霞光 它的亮度足以挡住天上的星光 4.月亮和月光 即便在一个晴朗的夜晚 而你身处云层之上 也会因月光所散发的明亮月光而看不清楚星星 当你在地球上看星星时 月亮也会挡住不少星光 即便在飞机上看不到星星 也务必要抓紧机会 来欣赏可一览无遗其美丽的月亮 5.离星星更近 当你在飞机上 可能会觉得自己离星星更近了 但就数英里和数光年比起来 你并没有离多近 在我们月亮和太阳之后 离地球最近的恒星被称为碧灵星 距离地球有4.24光年 一光年约等于9万亿公里 从这么大的数字来看 若你坐的飞机离地表 只有10668公尺 那你离星星的距离 可跟近站不上边 真令人失望 我懂的 6.大气乱流 简单来说 大气乱流是由于空气流动时 不同气团交汇而形成 只能让你在飞行中产生颠簸 这种乱流还会扰动空气 让气体 烟零雾和蒸汽在空中移动 这使得空气中的物质能流通 维持了大气的健康 但就我的观点来看 乱流可能会将云带来 即使在晴朗的夜晚 这样都可能会挡住你看星星的视线 注意一下有没有风 若有 就可能会引起乱流并导致云层开始翻腾 把你的头贴在飞机头上 感觉看看有没有风 算了 7.你的视网膜 视网膜是眼睛专门处理光线的部分 若你有任何如糖尿病等救急 或有任何头部创伤 会造成你的视网膜无法正常工作 让你看不到星星 即使是健康的视网膜 也需要血氧浓度保持在正常水准 才能正常工作 尽管在机舱中的氧气 在高海拔地区仍可以维持一定的浓度 但如果有这些救急或是受损的视网膜 都可能会影响你从飞机上看星星的能力 8.我们没有夜视能力 至少不是马上就能夜视 除了视网膜 眼睛还有其他部位会帮助你在黑暗中视物 你的大脑也需要进行一些工作 我们的眼睛需要10到20分钟来适应黑暗 所以若你想在飞机上看星星却看不到 不要放弃的太快 不论你是用毯子挡住灯 还是关掉机舱内的灯 至少等20分钟后再来看星星 你必须让眼睛有一定的时间来适应黑暗 9.你的窗户 飞机的窗户形状较奇特且有点小 只有从肩膀到手肘的距离并不适合关心 位置的拥挤也让你很难从其他角度往窗外看 你可能需要做出许多扭转颈部的动作 飞机上的窗户更采用三层防护 可保护你的安全 但由于飞机可能都有些年头了 窗户可能都有刮花或是变得浑浊 因此窗户的形状和状况都可能会影响你关心的品质 想要达到可关心的条件其实相当困难 首先必须是个晴朗的夜晚 月光必须足够暗淡 机舱灯光需要调暗 你更不能在任何可能会有光害或狭光的城市上空飞行 实际上很难同时符合所有条件 这些条件像是外部的自然环境是人力无法控制的 但如果一切条件都达到了 你就有机会仰望星空咯 那要做些什么来增加你在飞机上看见星星的机会呢? 看到星星也许很难 但也不是不可能 首先不要在白天看星星 开个玩笑好吧 假设现在是个晴朗的夜晚 你可以选择用毛毯包住你的头和两边的脸 这么做是为了阻挡所有来自机舱内部的非自然光 接着身体向窗户倾斜 直到你可以从也被毛毯挡住两边的窗户看到外面 你也许会因此获得一些好奇的目光 但这样做能让你在飞机上看到星星的机会变大 再来不要坐到中间或是靠走到的座位 毕竟越过其他人往窗外看 可是会造成其他人不高兴的 你也可以尝试去问空服人员 是否可以将机舱灯光关掉个一两分钟 这将能让机舱内外变得差不多黑 毕竟若不关掉机舱内的灯光 根本就看不到星星 但如果当你正好飞过个没有霞光或光害的区域 机舱内的灯刚好是关着的 只要你的眼睛适应了黑暗 应该就能看到一些星星 嘿 问问也无妨嘛 还有些值得深思的地方 最早期的航空旅行 如1930和1940年代 驾驶舱并没有现今所拥有的科技 那飞行员是如何成功导航的呢 它们是利用星象 或者说是用天体来导航 就像水手在海上辨认方向一样 当然驾驶舱的窗户更大且更干净 更容易看到星星 在过去北极星和星座 可是交易必备的导航工具 因此想从飞机上观看星星 不仅只是可能 在过去更是绝对必要的 也许你会问 那从飞机上哪里看星星会最清楚呢 当然从厕所看似乎怪怪的 但是像我所说的 从窗户试看看吧 若你在夜晚飞过爱达河州 犹他州 科罗拉多州 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 你可能会看到一生中最美丽的风景 美国的这些地方 有许多受保护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所以不会有光害或霞光 这些地方的天空都很晴朗 可说是万里无云 若你在冬天飞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 幸运的话还能看到北极光 这取决于你坐在飞机的哪一边 若你今天有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就麻烦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一定会喜欢 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上一部 或是下一部影片 然后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吧 谢谢观看 大厨 高费 我们下期见 还有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